大家好,我是李游,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我前段时间刚刚收到了我年初订购的宝珀的50群腕表 那么今天影片呢,就想跟大家做一个开箱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支腕表 那么在我这个频道可能有一段时间没做这种开箱的视频了 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品牌都做过很多次了 像劳力士啊,百大菲力,AP 它的包装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但是宝珀呢,对我来说这是我的第一支宝珀的腕表 而且在这个频道呢,之前也没有经常提及这个品牌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这样一个开箱的影片 另外呢,这支腕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腕表 它在全球限量只有210只 在美洲地区呢,只有70只 而且可能喜欢宝珀的标友呢 都见过40毫米和45毫米的50群 而这支腕表呢,是一个全新的尺寸 42毫米的50群 相信会有很多喜欢宝珀的标友呢 想看一下这支腕表 我们下面呢,就先开箱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 那首先先聊一下这个表款吧 这款腕表是宝珀为了纪念50群的70周年 而出的一支现任款腕表 那么也是它为数不多的一次在网上发布的腕表 所以想要购买这款腕表的腕表 这款脸是一个外幅的纪念50群的标准不明 这个公司的套近 就是这个公司的公司的 很多位置有所需的 每天都要购买这的 有的閃选 这些公司的纪念50群 大家到底是什么 一月初的一天,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8点钟 而在我这个地区的时间是早上6点钟,很早 所以我很早就爬起来上网看看能不能购买到这支万表 但是我到了这个网页,把它加入购物车之后没办法付款 之后隔了几分钟就显示这支万表已经售罄了 然后因为6点钟还挺早的,我就回去睡了一会儿 后来等到8点多钟起床,发现我的一个表友 他自己成功的订购到了这支万表 然后他跟我们说的是,即便是他显示受气了 但是你要不停的刷新,可能突然他会放出来一支,两支 后来我就听从他的建议,不停的刷新这个网页 没过多久呢,这个网页从sold out,又变成available,又可以购买了 所以我就成功的订购到了这支万表 所以在这里要感谢我的那个表友,他给我的一个建议 我才能成功的购买到这支万表 而且到目前为止,我就看我的几个手表群都是在美国地区的 我已经看到有6个人成功的购买到这支万表 所以在整个美洲地区只有70支 我所知的呢,都已经有6个人了 那这个盒子打开就是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 这支万表我已经打开了,也佩戴了两天 后来呢,又把这个重新包起来,又做一个开箱嘛 它这里面呢,有它的一个,应该是certificate 和它的一个收据 那这支万表的原价是17400美金 加上我们这边的税呢,是18661美金 我是在1月10号下单购买的 到了7月11号才收到这支万表 所以它的保修呢,是从收到这支万表当天开始计算的 这就是它的纸盒 给大家看一下 很大的一个盒子 拿起来还是很重 这里面是一个Pelican Case 相信很多拥有宝泊万表的朋友知道 都是同样的一个Case 这一个擦拭万表的软布 这盒子下面 就是关于这支万表是一个限量版的证书 这个是它的保卡 这个小册子是关于它的Service 服务跟保修的一个册子 还是很精美的 每一页呢都有这个塑料薄膜 里面手表操作的说明书 另外这是一个Divers Logbook 如果是真的喜欢潜水的朋友 可以用这个小本本 记录你每次潜水的经历 特别是当你带着这支五十旬的时候 这个小卡片是关于手表的Registration 下面就把这个表盒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盒子打开很简单 里面还有一个 这种旅行用的小盒子 这就是这支万表 里面还有一个皮质的标签 上面有手表的编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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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这支腕表是为了纪念宝珀的第一支前水表 五十群 而推出的限量款腕表是宝珀70周年 ACT1 证明今年它会推出一系列 而这个也是宝珀在2023年推出的第一支新款腕表 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个Series 3 它分三个Series 三个地区发售 Series 1是欧洲地区 Series 2是亚太地区 Series 3是美洲地区 每个地区分别发售70支腕表 所以如果在美洲地区购买到这支腕表 你拿到的是Series 3 那这支腕表不论是它的壳形 表圈和表牌上面的石标 369 12 另外就是它搭配的尼龙表带 都是非常接近最原始 最早期的第一支宝珀的五十群的 而这支腕表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宝珀在五十群这个系列 有推出不同的尺寸 大家比较常见的是45毫米的尺寸 而有一些限量版的是40毫米 而这块腕表是宝珀今年首次推出的 42毫米表身直径的五十群 那宝珀这个品牌创立于1735年 是所有大家熟知的瑞士腕表品牌当中 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品牌之一 而它的潜水表五十群系列 也是世界上最早具备这个单向旋转表圈 自动上链和有悬入式防水龙头的潜水表 而在以前的战争时期 宝珀五十群系列的腕表也受到各个国家的海军的喜爱 像美国海军和法国的海军蛙人部队 之前都有大批量的订购宝珀的五十群 那在目前来看宝珀五十群的腕表依然非常的经典 而且它是一个iconic的存在 一提到宝珀的五十群 大家肯定最先想到的是这种复古样式的五十群 而且它的表圈是使用的蓝宝石的材质 跟它的表面是一样的材质 相比劳力士的水轨 它的表身更加的圆润 看起来更加优雅 像这只腕表宝珀采用的全部高抛光的处理 特别搭配这种比较圆润的表圈 我觉得这种高抛光的处理 会显得这只腕表更加的高级 从尺寸上来说 这只腕表它的表圈直径是42毫米 它的厚度是14.3毫米 那如果单拿这个厚度14.3毫米来说 算是比较厚的一只腕表 但是在运动腕表当中 14.3毫米还是比较常见的 特别是搭配42毫米的表身直径 我觉得还是比较平衡的 如果它的表身直径是40毫米 同样的厚度的话会显得更高一些 那如果你让我现在在宝珀所有的五十群腕表当中 选择一款我最喜欢的腕表 从尺寸上来说 我一定会选择这只42毫米表身直径的 如果是40毫米搭配我185毫米的外围来说 是有点小的 42毫米的是刚刚好 如果你的手腕是比较细的话 可能40毫米的会更好一些 但是针对它的壳形来说 我有比较过这只腕表和它40毫米的五十群做过对比 比如它近几年推出的缩子鱼和无辐射 特别是这个龙头crown guard的部分 它后面呢是有点方方的凸起的那种crown guard 比起那个壳形呢我更喜欢这个 它的这个crown guard没有那么突出 那么从它的表盘来说 它上面这个36912的石标采用的是这种凸起的发光体 因为宝泊五十群的潜水表 它的夜光显示已经是最好的了 但这只腕表呢 它使用的这个数字石标 没有任何的金属边框 是这种大大的完全是用发光体制作的这个石标 会更加亮 而这只腕表它是具备日历显示的 针对这只腕表来说 我比较喜欢它把日历窗放到了四点跟五点之间的位置 是不会影响到面盘的平衡的 如果它要是把这个日历窗放到三点钟或者六点钟的位置 这样它很大的数字三和六可能就看不到了 在晚上你看的时候呢会少一个数字 看起来很不平衡 而这只腕表呢 它没有任何一个石标被这个日历窗遮挡住 而且它日期的转盘是黑底白字 非常的协调 另外是这只腕表的石标跟分针 它使用的是白金的材质 不像是它的锁子余后无辐射 上面的石标和分针有白色的油漆涂层 这个如果你仔细看会更加的高级 下面给大家听一下这个表圈旋转的声音 还是比较顺滑的 但是不像劳力士的水轨那样清脆 它听起来这声音是比较闷一点 而且它这个表圈安装的是非常紧密的 另外就是从侧面看 看它的蓝宝石镜面是有一定的凸起的 这种镶形镜面呢 看起来也会更加复古 比起劳力士的水轨 它的表圈跟镜面都是全屏的 这个呢我也觉得是更加优雅一些 另外就是表带的连接处 那像它40毫米的这个五十群 它使用的是普通的spring bar 两边是有这种弹簧的那种 而这只腕表呢 它是跟45毫米的五十群一样 它表耳的连接处呢 使用的是这种有螺丝的处理 跟很多佩奈海的腕表很像 你需要一个螺丝刀 这种六角形的螺丝刀 把这个拧下来 其实它更加的安全 这种六角形的螺丝刀 你需要两个 一边固定住 一边呢去拧 才可以把这个螺丝举下来 更换不同的表带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而且比起那种有弹簧的spring bar来说呢 那种你更换表带的时候 更容易刮伤那个表耳 这种有螺丝的呢 其实你不太容易刮伤到表壳的 另外就是这支腕表使用的是这个尼龙表带 这个呢也是贴近最原始的五十群 那像这种尼龙带呢 最早就是为了这种军队使用而生的 因为它非常的secure 戴起来呢 也不会增加额外的重量 而且如果一个质感断掉了的话 它另外一边呢 还是可以连到这支腕表上的 这支腕表呢 也不会掉下来 如果你是佩戴普通的表带的话 有一边断掉了 这支腕表呢 有可能你就丢了 但是说心里话 这么贵的一支腕表 如果大家佩戴的话 谁会愿意把它佩戴在一支 这么cheap的这种尼龙表带上面呢 虽然它的这个NATO STRIP 质感还是挺好的 但是如果我自己佩戴呢 肯定会更换另一支不同的表带 要么是鳄鱼皮表带 要么就是宝珀非常经典的胶皮表带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表扣 做的还是挺好的 这种很大的表扣 高抛光的处理 它的表尔间距呢 是22毫米 而且它是一边宽的 所以到它的pin buckle也是22毫米 如果你想要购买自己的表带 如果你还是想用这个pin buckle的话 你需要选择的表带呢 也是要一边宽的 22毫米和22毫米 下面就把这个表带拆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支腕表的背面 这支腕表是有背透的 后面出厂有一个塑料薄膜 把它取下来 它的右上角呢 是一共70枚 它有一个具体的编号 那很多人都说宝珀的腕表是天地良心破 它整个的打磨和它的机心 还是非常漂亮 而且这支腕表使用的百轮 是薄金的百轮 虽然它有上不同的颜色 让它看起来更工具表一些 但是它的密度更大 所以商链效率会更高 另外就是这支腕表的储能时间 是5天的储能 所以非常适合平时日常通勤佩戴 周末两天如果我不戴 在家里面呢 它也不会停掉 那总的来说 单拿这支腕表的表身来说 我觉得跟所有的劳力士的运动款 它的做工确实要比劳力士好很多 你拿在手上呢 会感觉它特别高级 但是如果拿它的表带 一起跟劳力士的腕表相比 那很多人去选择劳力士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劳力士它的表链做得非常好 而我觉得宝珀呢 它需要一个非常好的表链 来搭配这支腕表 据我所知呢 今年的下半年 宝珀还会推出普通版的 42毫米的50裙 而且会推出金属的链带 如果看到这支腕表有金属的链带呢 我会花钱去购买 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为这支腕表呢 购买了两个表带 还没有到 如果这个表带到了的话呢 我会发在我的instagram上 如果大家想看图片的话 可以follow一下我的instagram 叫this is Leo P 那尼龙表带 如果你是平时出去hiking 或者运动的话呢 带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显得比较cheap 而且这个nato表带呢 因为它表本身就有点厚 它下面呢 又增加了这个腕表的厚度 而且会把这个 这么漂亮的机芯挡住 所以呢 如果大家购买这支腕表呢 一定建议大家购买一些 其他的不同的表带去搭配使用 OK那么今天关于这支腕表的开箱 关于介绍就到这吧 总的来说呢 我是非常喜欢这支腕表的 非常推荐 如果大家没有试过宝珀的五十裙的话 可以去专柜试一下 我觉得特别是喜欢切水表的朋友 不要光光专注在劳力士上面 如果你已经有那么一到两只劳力士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下其他的品牌 像这种宝珀高级制表 OK那么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跟影片留言 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